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聊星座 我们今天要聊聊的主题呢 是跟前情人有关系哦 很多的男生其实真的不喜欢 从女朋友的嘴巴里面听到 跟前男友相关的事情 就像很多女生听到男友提到 前女友的时候会抓狂 会不开心一样 有些男生呢 其实也是很会吃前男友的醋哦 那比较严重一点的话 是有一些男生会变脸或不开心 也有一些男生呢 听到自己的女友提到前男友的时候呢 表面上没有反应啦 但是内心其实很受伤哦 那有一些星座的男生呢 其实真的不太在意 自己的女友提到前男友的部分 那究竟呢 十二星座的男生呢 在听到女友提到前男友的时候 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今天呢 我们第一个要聊到的星座呢 是天蟹座的男生哦 天蟹座的男生 如果你跟他交往的话 你还会在他面前提到前男友 那根本就是你白目吧 天蟹座的男生这么爱吃醋 你又何苦在他面前提到前男友这件事情呢 天蟹座的男生真的会变脸 而且会翻脸 那如果说你提到前男友如何如何 甚至于是好的部分 天蟹座的男生其实会带着一种 报复的心态去提自己的某一任前女友也不错啊 就是有点像是 也不能说跟你竞争啦 但是比较像是说 那你用前男友来激我是不是 那我就用前女友来激你啊 我报复你一下 这样OK 你自己听了你也知道 如果这样不开心的话 那你就不要讲到你前男友的事情了 所以很多天蟹座的男生呢 会用这种方式去小报复自己的女朋友 当然啦 有一些天蟹座的男生比较直接一点 他就会警告你 不要再提到前男友 我不想听 那如果说他已经很不爽的警告你的话 这种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 这对你们的感情发展会比较好一点 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星座呢 是水瓶座的男生 水瓶座的男生在听到你提到前男友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一个很诡异的态度 就是你多讲一点 我好想听哦 你多说一点你跟你前男友的事情 我真的很想知道之类的 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水瓶座的男生竟然会对你的前男友这么的有兴趣 这真的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 好 很多水瓶座的男生本来想法就很特别啦 他会觉得说呢 呃 女友的前男友就是已经过去的感情啊 他其实甚至于可以跟这个前男友当当朋友 他也觉得无所谓啊 他也没有什么好吃处的 因为水瓶座的男生通常是不太会吃出的个性 而且他会觉得说如果你愿意跟他讲这些前男友的事 他会觉得这是一种坦白 而且两个人在一起其实如果把某一些话都说开的话 其实这也是一个还不错的沟通 所以水瓶座的男生对于自己的女友提到前男友这件事情 他其实不是有那么多的在意 所以你爱提就提吧 那水瓶座的男生如果没兴趣或不想听的时候 他就滑他的手机玩他的手游放空 或者是等你讲完了之后他就会反应说你讲完了吗 那就这样子吧 所以呢水瓶座的男生其实会对于女友提到前男友这件事呢 他们是用一个很开阔的心胸跟有一点诡异的态度去面对 我们最后要聊到的星座呢是狮子座的男生 狮子座的男生当然是百分之两万 完全不想听到你提到前男友的一个星座喔 因为狮子座的男生会觉得说 可以的话我可以是你的初恋是最好的 如果我不是你的初恋 也请你不要在我面前提到你过去的男友 因为这对狮子座的男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而且狮子座的男生很爱比较 特别是跟你的前男友比较这件事 他真的很爱去比 所以如果你提到前男友的优点 狮子座的男生就会觉得说 那有什么厉害的 我比他还厉害啊 你为什么要提到这些事情 最好的情况下就是 你是一直骂前男友 然后告诉狮子座的男友说 你好棒你好棒你好棒 这种状态下会是让狮子座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 就是你提到的是前男友的缺点 而狮子座的男生你提到的都是优点 因为你也知道狮子座的男生就是爱面子啊 那有些时候狮子座的男生 如果听到你说前男友的好 他就会很直接的问你说 那如果他这么好的话 你觉得跟我比起来 谁对你比较好 这个时候就是你至少麻烦了 因为狮子座的男生如果一旦吃醋起来 哇那个真的是很恐怖的事情 甚至于在很不爽的情况下 还会对你大怂 如果呢 你有一个狮子座的男友的话 那我会建议你就是 第一 不要提到前男友 第二 如果你真的提到前男友 让你的视作的男友觉得很不开心的话 那请你一定要安抚他的情绪 告诉他说前男友很糟 所以我选择你 因为你比我的前男友好太多了 这会让视作的男生呢 心情比较开心一点 今天的提到新作呢 就到这边结束咯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请记得开个铃铛哦 也非常欢迎你在底下留言 分享 还有帮我这支影片的按个赞 谢谢大家 拜拜